大家好,我是現在楊主婦 是的,你們沒有聽錯,楊主婦終於開麥克風了 因為有些朋友跟我說,光看我的影片有點悶 叫我開聲說話 我知道自己的聲音沙沙沙沙就不太好聽 不過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記住繼續看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繼續支持楊主婦 上條影片Part1就去了Squamish郊遊遊體服部 今次Part2就去Happy Hour,帶大家吃1元隻熊 究竟好不好吃?有沒有中伏? 一起去片看吧 今次的目的地就是這裏,北1 由Squamish開車去,大約40多分鐘就到了 上個月10月份,Happy Hour時間,太陽還未下山 早到了就在附近的碼頭逛逛 北1給我的感覺,好有離島感覺 好舒服 這裏搭船去Downtown上班 只在十幾分鐘就到了 其實都好方便的 今次Happy Hour的餐廳就是這間Seaside Hotel裡面 由於酒店本身是沒有停車場 最近的就在旁邊有一個underground的car park 又或者拍在街上找到一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免費泊車兩小時 夠時間開餐了,我們一起進去吧 由於酒店不算大,所以餐廳也比較小 當日是星期五,已經全院滿了 如果想來試一下,就記得要訂位吧 Happy Hour是星期二至星期日 下午三點至六點,星期一除外 小碟的小食就半價 即是大約六元至十元就可以試到一款了 餐飲當然有特價 我們都叫了兩杯 一元的蠔就只有一款Pacific 所以第一個round,我們就叫了兩打來試一下 看看好不好 看看有沒有味道 過來看,過來吃吧 和上也不錯 擺盤上高還有三種醬汁和檸檬 想不到最有驚喜的是中間的黑草 滴一點點在蠔裡 吃下去我還覺得鮮甜了 而且想不到這麼配 大家都不妨試一下 小碟的小食,我們就叫了兩款 第一款,第一款是脆皮炸雞 雖然炸到刻刻刻刻刻刻刻 不過都還有些肉汁 第二款呢,就是蒜蓉辣椒蝦 還有半塊多士菜 蝦肉就不算太爽了 不過如果有碗白飯可以拌汁 我就覺得正一點了 試了第一round,真的不錯 雖然小小隻,但真的好新鮮 那就不要讓它停了 叫多一round,來多兩單吧 麻煩 如果是特別的日子慶祝 餐廳還會送上免費甜品 這餐吃得很滿足 四單毫兩個小食和兩杯飲品 這樣的價錢 在酒店的餐廳吃到 我就覺得不錯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呢? 其實溫哥華的飲食 真的一點也不便宜 沒有了香港的特價下午茶 真的有點不習慣 今次一元隻蠔 就是北溫的餐廳 之前楊主婦還試了另外一間 都是一元隻蠔 留下一次再跟大家說一下吧 多謝大家看完整條片 除了學校的資訊 希望跟大家繼續分享其他吃喝玩樂的推介 如果大家都有好介紹的 記得留言告訴我 吃機之前 不要忘記給個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